Hello 大家好 我是汪哥 今天带大家看一个爱你在心口难开的故事 女主阿雅是一名泰国英语老师 这一天 学生小苍希望她能够帮自己分手 因为经过阿雅的暴风式学习后 她已经成功找到了美国的工作 自然泰国男友吉普就成了被甩的对象了 话说因为两人一个说泰语 一个说英语 所以这分手录音只能由阿雅代劳传达 正当阿雅犹豫之时 小苍掏出一只名牌包包 就这样她松口答应了 画面一转 阿雅正在生情并茂翻译的分手录音 然而吉普表示自己不能接受 不仅如此 她想出了一个极佳的办法 那就是学习英语去美国把小苍给追回来 而阿雅就当人不让 成了吉普的老师了 就这样两人开始每天沉迷于学习 当然 在学习时 吉普也不忘帮阿雅删个文字教训偷拍男生 毕竟身世风度还是很重要的 之后的一次吃饭 阿雅勿把辣椒水喷进了吉普的眼睛里 于是就有了两人牵手过马路 这一浪漫戏码 当然了 阿雅作为一部电影的主角 当然还会有其他的追求者 这不 作为学生的富二代 就对阿雅大献殷勤 去晚宴上游艇分分钟都是小事 起初 阿雅对她都是抱有幻想的 然而慢慢的接触 让她将重心都放在了吉普身上 因此 富二代只好使出终极浪漫 大招求爱 不巧 这一幕却让吉普看不下去了 于是 她就上前冒充阿雅的老公 击退了富二代 再然后 两人就一起参加 晚会实战学习英语 当然了 还顺便增进了一下感情 这时 远在美国的小苍突然想通了 她希望吉普能够来美国陪自己 听到这个消息的阿雅 才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男人 但是想到吉普如此卖力地学习 她还是将小苍透露的 关键性面试题目告诉了吉普 随后 自己偷偷躲在办公室大哭一场 影片最后 一路顺利面试的吉普 在回答最后一个题前 她的眼前突然闪现出阿雅的身影 在那一刻 她明白了自己的感情 于是 她故意答错问题 回到了阿雅的身边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这份态势小情侵你可满意呢 最后别忘了点个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